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对孩子那种包办 就是对孩子的伤害 不仅是你 你爱人也是这样 你们夫妇俩对孩子的这种所谓的关心照顾 其实都是在伤害孩子 从孩子一岁的时候 你就做错了很多事 两岁的时候做错的更多 三岁 四岁 五岁 一直到38岁 你和你爱人两个人 一直都在扮演着错误的家长角色 孩子一岁的时候 甚至半岁的时候 八九个月的时候 刚开始爬的时候 你就应该鼓励他朝外边去爬 朝那危险的地方去 而你呢 一错再错 错了38年 你的那些所谓的保护 对孩子的一些呵斥 包括现在的这种担心 对孩子来说就是一种毒药 很多家长都应该学 习一下怎么样做父母 从小就要鼓励小孩去冒险 鼓励他去犯错 鼓励他去摔跤 去跟小朋友争夺玩具 我可以肯定 你这个儿子小时候在跟别人抢玩具的时候 你都会拉下来 他第一次夺别人玩具的时候 你就呵斥了他 制止了他 他第一次有自己想法的时候 你就批评了他 现在他38岁 等于你批评了他38年 到38岁的时候 你说孩子照顾不了自己 很多家长都是这样 自己整天在孩子身上 一刀一刀砍了N刀 然后还怪孩子没长好 王阳补劳为时未晚 虽然他38岁了 你要用一个新的态度来对待他 他完全能照顾好自己 千万不要再这样骤他了 千万不要自己再去说他照顾不好自己 再不要给他钱了 你每次给他钱都是在强化这样一个观念 你照顾不了你自己 你给你儿子说了太多你不行这样的话 有时候甚至你就直接说出来了 你以为你的经验对他有帮助 你的经验全是错的 你看你的经验 把你儿子害成这样了 关于怎么对待孩子建议你好好学 我不知道我说这些你能不能听懂 即使听懂了 你能不能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对 但你儿子 同学序问 谢谢点评 您说的太对了 是的 儿子小的时候 我们夫妻都不欣赏他 觉得他懒 没有志气 我是他小时候的老师 只要他跟别人吵架 我回来都要打他 指责他 38年了 他很少听到我们的赞赏 都是指责骂骂 我会改变的 但是他的爸爸不会 村长答 你其实没有完全听懂 你听懂了一部分 那是因为我说了你过去的事情 我凭什么能断定你以前做的那些错事 因为我见了太多这样的事情 很多家长 孩子已经30多了 40多了 开始发愁 不过 好在这个时候 你终于能觉醒 能认识到自己这30多年来是做错了 这挺好的 可是还远远不够 我来给你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会改变的 但是他的爸爸不会 只要你会改变 他的爸爸肯定就会改变 在说你儿子的问题之前 本该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 刚才我光说你们作为家长对待孩子的态度是错误的 还有更重要的 你对待小孩他爸爸态度也是错误的 你对待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的态度都是错误的 你不只是批评指责你的孩子 你还在批评指责你的丈夫 你的人生观就是错误的 虽然 你年纪也已经很大了 已经退休了 你老公也退休了 但是 我建议你反省的 不仅仅是你对待孩子的态度 你需要反省的是你人生的态度 老老实实做准备 找机会参加面授 你有机会在你六十多岁的时候 开始你人生当中全新的意义 对你来说这是一个机缘 孩子的事情只是一个契机 背后还有太多其他的原因纠葛 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人生 新的人生观 新的世界观 新的生命 你也许你给你们看 有机会参加是 tangled 对我说的 你不想能讲 你不想要